歡迎來到這些審議 今天的主題是針對,上禮的安德利法院省異 貨貿協議的過程當中 很感謝我們賴中強律師 長期以來非常關心兩樣時間的經貿發展 過度的、開放的問題 以及欠缺後英的監管機制 他非常的用心不斷在問題中間的過程 我們請跟他掌聲,跟他治癒一下,謝謝 上禮拜,中翔律師花了6個小時半 1510項獲取的項目,一條一條的組條內術 總共花了6個小時半 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靠大的表演藝術 親感看到這個事件之後 通往你們一定要辦一場來跟中翔律師称一下 感謝他們的付出 所以我們今天辦了這樣的一個特別的講過 不簡單的做個抗議 賴律師上個禮拜一次 他所做的這個行動引起大家的關注 我認為他把這樣的抗議 其實很清楚的知道 他在外面的宣布的過程 會影響到裡面的意識的進行過程 但是他把這樣的抗議行動 把它拿回來行為藝術的表現 突顯出我們體制的荒謬 這讓我想到台灣曾經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行為藝術家 叫謝德欽 在座有沒有清楚謝德欽這個人 他是一個台灣人 但是他在1974年趁著當船員的時候 到美國就跳船 從此在美國生活 在美國從事藝術工作 他在1980年推出一個很有名的行動藝術 叫打卡 打卡是幹嘛呢 他是花一整年的時間 他就住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每個小時打卡一次 每打卡一次都照相一張 所以他一整個就是 每個小時就打卡 然後照一張照片處鎮 所以如果你看他的展覽的話 他會把這一整年來的每個小時的打卡照片 成立出來拍滿整個牆壁 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人的表演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這個人是瘋了嗎 他不想做這樣的事情 他可能是完全浪費自己一整年的生命 在做這樣的行為 但謝德欽的理由或許很簡單 他本來不太去闡視他的作品 但我們他的作品是非常有利 他在國際最有名的一件作品 他展現的就是透過這樣的重複的行為 一個長時間的重複行為 他可以很清楚地彰顯出 這個體制的力量 會一個活生生的 會產生什麼變化 因為你看到 他的演變的過程 就是他原本是剃光頭 然後你看一整年頭髮非常的散亂 然後臉色越來越憔悴 你可以看到一個體制化的壓迫 或者是前置對一個人的影響 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透過這樣的行為藝術的展現 我們可以彰顯這樣的張幣出來 而中強律師他上禮拜九週的事情 也很類似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他花了六個小時半 就已經逐條逐條念出1500項的貨品項目 然後念了口乾舌照 他透過這樣的行為其實告訴我們 他彰顯這個體制的光明亮面 就是你今天宣稱 你要用非常公開透明的方式去審議 可是如果你真的認真去談的話 我光念它的項目就要花六個半小時 那你這樣要花多少小時去實際了解 這些開放的項目 對台灣的影響是多小 他用這個方法來展現出來 我覺得把抗爭藝術 變成藝術化的一個很有趣的 非常有衝擊力的一個表現 我們今天就想要請中強律師來談 他其實關注從佛貿到佛貿一路非常關係相關的議題 剛剛也有朋友說 那我反對自由貿易 其實這是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能夠反對自由貿易 因為其實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很清楚 我們沒有貿易活不下去 所以重點不是要不要自由貿易 因為我們一定要有某種程度的貿易 重點是你今天開放的福度是什麼 以什麼樣的方式在進 我只是簡單的例子 台灣目前在中國工作 常態在那邊工作 包含家屬過去 大概根據陸委會的推估大概150萬人 台灣人常駐在那邊工作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要一個緊密 都是史無前例的緊密 光看2014年的統計 我們每年對中國的出口 就大概是1240億美金 我們對中國的進口到達5500億美金 這個是歷史上的新高 我們可以想像 福茂貨化這樣的協議 如果真的是完全通過的話 這個數字只會越來越高 我們就經過想要追問說 這樣的開放 我們當然同意要貿易 因為台灣是好歹 開到國上必須要貿易 可是這樣的開放的幅度 跟開放的項目 我們想要去追問到底是 從這個開放的過程中 隔離誰又受害 這沒有經過我這時候 透徹的很詳細的討論過 就很感謝中強律師長期以上的監督 那我就廢話不過說 我們就提供中強律師 怎樣去分析貨貌的內容 我們請早前歡迎中強律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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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首先我必須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某方面我是個滿害羞的 所以看到青海釘的這個題目呢 其實呢 剛開始我是有點嚇得不感愛 那我那天之所以這樣做 其實主要的用意是要提醒這個社會 注意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是要對馬正佛 還有即將執政的林靖塔 提出我的質疑跟抗議 那希望大家更關注這件事情 我的行動 光是我的行動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節目 那真的需要大家 如果共同體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的話 大家一起行動才有可能改變我們共同的命運 那我只是通過那六個小時來讓更多的人關注這件事情 好 在我開始我的演講之前 不好意思我必須做一個市場調查 因為我怕我講的東西有重複 所以我必須了解一下 我應該是在10月28號也在同一個地點來談貨帽 那那個題目應該叫做貨帽來了 有參加那一場的請舉手好不好 一位還好不是很多 然後聽我談過中韓的PA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有齁還好也不是很多 那我必須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等一下順序可能就是 也許跟寫本論文或者說要鋪成一個論述的順序不太一樣 我先交代 我先在上一次的演講的時候我就一部指數 先從什麼是貨帽 那什麼是目前在處理的貨帽協議 那它在整個區域經濟的架構的定位是什麼 誰會得利誰會獲益 這個是我上次的報告 我先把這個東西跳過 理論上應該先介紹這個 但是因為大家開始關注 我就先把事情拉到最後來看一件事 就是到底很多人都說 年底貨帽協議就會簽署 或者說明年520馬英九下台前就會簽貨帽 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發生 我們如何阻止它發生 那當然可以質問我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先談說 我們要不要接收貨帽 我們要不要阻止貨帽 那沒有關係我們順序就是顛倒一下 讓我先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對更根本的介紹我們可能拉到後面 好 那個很大膽的問大家一個問題 也許大家心中已經有答案 也許心中沒有答案 就是可不可以請問在場 可以清楚地說我反對 至少目前這個 不是說抽下一個自由貿易 不管你基於什麼要理念 你認為你現在已經有清楚的理想 你反對現在在談判的這個貨帽協議 可不可以請舉一下手 好 謝謝 贊成的可不可以請舉一下手 沒有 那其他就是說還沒有清楚的理想 好 我大概知道 那就請容許我呢 就是沒有錯 我的立場就是 我反對至少我反對這個貨帽協議 我目前在談的這個貨帽協議 我希望把它擋架 那先投取我 就是先跳過前面的鋪陳 來進入這個地方 這樣看得到嗎 我應該在哪裡 好 下一頁 那所以我是先做情勢分析 如何阻擋貨帽 然後再回到呢 如果上次有來聽我的演講的話 應該就是下面的主題 什麼是貨帽協議 那有一些基本的名詞 我希望大家能夠跳脫開來 那貨帽真的是利大於弊嗎 誰得利 誰受罰 那大概照這個順序來 好 下一頁 好 第一個問題 買酒下台前貨帽會通過嗎 好 認為會有舉手 好 謝謝 認為不會有舉手 好 請幫一下 不好意思 我有點陷害大家 我的答案是這個 下一頁 好 這是一個爛問題 因為什麼叫做通過沒有精確的定義 那所謂的大家想像的通過 應該是一連串的過程 到底到哪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談判完成 那所謂的談判是 就是台灣這邊是 經濟部的國貿局跟工業局 跟中國商務部的台港奧斯 其實我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這個所謂中台之間 或者是兩岸之間 他們必用談判兩個字 他們現在的講法都叫做業務溝通 真的應該數位解釋一下 業務溝通 然後不用談判的用意是什麼 其實就是談判完成 然後談判完成了以後 第二階段你要做法律文件的審閱 因為談判完了只是在談判桌上談完 你最後要簽一個協議 那你要重新去回顧雙方歷史的談判結論 那這裡面包括會有一個條文 文本本身 會有一個降稅清單 非常大的降稅清單 因為台灣的海關鏡頭稅只能一萬多項 中國應該也一萬多項 每一個國家差不多都是九千多項 一萬多項 然後還有特殊原產地規則 就是說 某一個產品能不能適用優惠關稅 它有它的前提 那每一個產品呢 理論上每個產品可不可以適用優惠關稅 都會有規定 那一般性的規定就定在協議裡面 特殊的規定呢 理論上如果有一千項的話 那就會有一千個結論 那所以這整個簽起來一定是後後贏的 然後接下來才會進入 文件審閱完了以後才會進入協議的簽署 那協議的簽署當然就是兩個白手套出來了 因為目前這兩個政府 彼此是至少形式上是互相承認的 所以要海基會跟海協會再來進行簽署 然後再來簽署完了以後 這是一個民間機關陸委會回覆海基會去簽署的 他要把這個協議送到行政院 讓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核定了以後再會送到立法院去審議 這次絕對不會有張青州事件 因為貨帽協議牽涉到海關盡頭稅則的修正 那海關盡頭稅則一定要立法院通過 所以絕對不可能有張青州事件 一定要立法院審議表決通過 這個貨帽才有可能往下走 那如果立法院審議通過了以後 雙方會換文 就海基會會通知海協會 海協會會通知海基會 然後才會生效 所以前面那個問題應該是說 好 那到今年以前 會走到123456的哪一下 然後到馬19下台前 會走到123456的哪一下 好 那再往下 馬19下台前貨罵協議會簽署嗎 會不會簽署 這段是馬19講的話 馬19在11月24號到25號的時候 我不曉得為什麼當總統或當行政院長 好像很喜歡做這種事 就是他們會找一些媒體一起出去玩 然後他們這次叫節能減碳之旅 然後其實也許去參觀一些地方 但是重點可能是總統或行政院長 要利用這個機會跟媒體主管透露什麼訊息 或講什麼話 其實我印象中 李登輝時代就經常做這樣的事情 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就經常做這種事情 然後馬19講什麼呢 媒體問他說 服帽卡關兩年半都還沒有過 那你現在幹嘛急著推貨帽呢 馬19是這樣講 不論立法院能不能過 至少行政院先過 我已做好了 立法院要不要審 你自己決定 到時候他們會有壓力 這他們應該是指名進黨 因為還有前後文 他說貨帽如果簽了 如果我在我520之前簽了 廠商當然希望通過 而且這個不過的話 台灣想加入TPP 人家會覺得你們最大的貿易對手 都這樣處理 我們怎麼相信你們 這個就是民進黨國際關 就讓外國人 叫說你們的國際關 是不包括中國大陸 這讓你們不知道怎麼講才好 其實這句話 這段話蠻酸的 這個 好 那中平社當然大家都知道 中平社是什麼 中平社就是北京 在台灣的新聞機構間 情報機構 輿論收集跟重要的情報收集的機構 坦白說我必須承認他們蠻認真的 好 那可能會有人說 這說不定是 因為中平社跟北京關係比較好 他可能故意扭曲馬一卷的話 到哪一個程度 好下一頁 這是聯合吧 至於談判中的貨帽 馬總統說 不管立法院有沒有通過 至少行政院要通過 我已經做好 你立法院要不要審你決定 這樣民進黨自然會有壓力 如果服貿不過的話 台灣說想加入TPP RCE 人家會覺得你最大的貿易對手都這樣處理 那我怎麼相信你呢 這是很怪的國際關 等於是他講英文沒有中國的全球化 所以聯合報跟中平社的說法 兩相對照這應該可以確認 馬一卷真的有講這種話 就是他在任內下台前 他確實要退貨嗎 他至少要做到行政院通過 那什麼叫行政院通過 回到前面那個流程就是 談判完成 法律文件審閱完成 海基海協會簽署 行政院核定 然後送給立法院 然後立法院要不要過 這個可能沒那麼快 但是他覺得說 這樣民進黨就會有壓力 那其實某個程度就是 我們先不要談錯 我們是不是打貨貌 就算是你支持貨貌 是不是真的要在這麼快 這麼緊急的時間把它談完 有些事情真的是欲數者不大 還有一件事情 談判 我們當律師也一天到晚 再幫人家主任談判 談判有個機會 就算是你急 你絕對不能夠讓你的對手知道你急 你讓你的對手知道你急的時候你就輸了 我舉個例子 應該很多人聽過這樣的例子 就是說 比如說你透過仲介去 要買房子或要租房子 然後就有人抬一抬抬抬抬抬 然後那個先生跟太太去 然後本來就還在殺假的時候出現個敗 想了一句話說 我幾月幾號要請那個朋友 就是可能一個什麼 結婚今天之家 或者是做同學的幾週年的聚會 畢業聚會 一定要搬進來 講這句話就是敗 你就很難再談個好價錢 因為對方知道說你要嘛 你有時間壓力 要在這之前買到一個房子 或者是說住到一個房子 然後要入住 阿瑪19其實坦白說他已經 已經做了一個很失敗的一件事情 跟對方講說 我在明年520之前我有那個壓力 甚至比520還要長 因為如果他520要完成簽署 完成行政院核定的話 所以這是馬英九的立場 可以確定的 他做得到做不到是一回事 但是他的目標是這個 我們可以確定的 就是他在明年520之前 他希望坦白完成海基海協會簽署 那我們來看相關的官員 陸委會的主委夏立爺 也是傅赫德說法 他說明年新總統上任前完成簽署的可能性 應該是神聖樂觀 然後他又說雙方如果台中雙邊 如果能夠達到共識的話 簽署是應該的事 明年520前如果談完 政府將對新國會覆責 依照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的精神 向下屆國會報告 所以他講的是報告而不是取得授權或同意 所以陸委會的立場很清楚了 就是說520前如果能夠談完 他就去新國會組成 就跟新國會報告 我不管新國會同意或不同意 因為他說依照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的精神 這指的是什麼 是民間版嗎 當然不是 他指的是他們行政院的版本 那根據行政院的版本 他其實他簽署之前 他只是跟國會去報告一種 不用取得國會的同意或授權 這是他們的想法 再往下 有趣了 因為我想選舉的結果 雖然還沒有完全出來 但是一般預料這個逆轉的可能性 至少在總統選舉這個部分應該相當利益 那甚至國會呢 一般預料民進黨應該也會取得過半數的形式 那這個時候新政府的態度 特別是大家知不知道新的國會什麼時候上任 二月一號 二月一號上任 那通常二月底開議 三月初委員會組成正式運作 那所以將來可能會跨過這段時間 所以相對民進黨的態度跟立場是什麼就很重要 那民進黨有沒有要把這個貨貓打下來的意思呢 我們就看看他們怎麼講 這個是十一月二十二號 這是因為十一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蘋果特邦登的一個消息 有所謂的決策律文 不曉得他們是誰 他說 意思是說 現在還是選舉比較重要 這個會籍處理預算都來不及 可能沒有機會處理貨貓 那蔡英文就回應說 民進黨的 大家仔細看 聽她這句話 他說民進黨的態度很清楚 現在正在談判的這些事項 都要在兩岸監督條例通過以後 按照兩岸監督條例的規定主項來解釋 很清楚嗎 各位 有沒有辦法讀懂蔡主席的違言大意嗎 有沒有很清楚 蔡主席有沒有很清楚的 告訴我們民進黨的態度是什麼 他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不反對馬英九現在去進行貨貿談判 然後不反對馬英九去簽署貿協議 但是簽署後 國會要主條的審查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其他的意思 至少 至少我們應該覺得 這段話應該不清楚 光是這樣應該還不清楚 這個是蔡英文的唯一 那是自由時報的報道 我應該沒有改他的用 回顧一下時間 那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情 11月21、22、23 就是第十二輪談判 然後20號 我們辦了精明點 辦了一整天的貨貿的研討會 請了很多學者、專家、業界代表 也有一些政黨出席 包括台聯、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他們有對貨貿補助一些批判的意思 然後21、22、23就是談判 然後21號我們有去園塞飯店 要求停止或買判 那開始有些媒體關注 那21號的時候 21號的時候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的新聞出來 就是有一個號稱自己叫做決策律盟 參與決策的律營的立法委員 說你現在反貨貿的人 都是為了搶選票 我們現在還是選舉比較重要 反正貨貿立法院也來不及處理 那後來蔡英文就做了成績 那他的成績就是這樣 那當然蘋果日報那個報道 出來了以後 引起很大的反彈 很多人覺得說 民進黨後你在做什麼 結果就覺得說 你一個最大在野黨 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那批評批評 大家批評還是有用的 再往下 好 這個先跳過 我待會再回來看 再往下 這個人跳出來 段一康 段一康是民進黨立法內政委員會的招吻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 恨一康是新潮流的應該算是重要領導人 應該是除了蔡英文以外 民進黨現在最大派系的重要領導人 那所以他的發言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同時他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這個段一康怎麼講 我們還是要感謝中平社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中平社真的很認真的在扮演輿論收集的角色 那因為到底民進黨的立場是什麼 這個從北京的角度我當然要知道 然後他就一句一句 中國時報其實也是類似的 我就先不看中國時報 段一康說呢 就是 抱歉 所以在21月26號禮拜四的時候 大家都在批評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上 無所作為 沒有適格的扮演在野黨角色的時候 段一康就在11月26號 安排一個專案報告 把相關的官員都找到內政委員會 要他們報告 然後段一康呢 他自己雖然是主席 他也有去資訊 他說 我要確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前 至少這個過冒不應該簽止 這個立場出來了 當然希望下一屆也盡快完成立法 但是重點 我們不會接受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前 簽署破冒協議 坦白說 雖然 對民進黨還是有一些批評 但是我會說 他這個有立場中比沒有立場好 這個 至少這個立場終於出來了 就是 當然我們可能還是覺得不夠 但是至少他表示說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前 民進黨的立場是不支持去簽署協議 然後呢 民進黨的態度認為 貨貿談判有其必要 他個人也不反對現在自區談判 但是程序必須要照顧 所以段一康在這裡表達的立場是 他不反對現在的貨貿談判 但是就算是談完了 他認為也不應該簽 要等監督條例完成立法才簽 那我必須講在過去長達半年的時間 民進黨對這件事情甚至更早 一直都是模糊曖昧的 一直到大家批評他 明天團體軍抗議 然後批評民進黨了以後 到11月26號這個立場才出來了 這樣 同時段一康說 民進黨認為應該先過貨貿再過福貿 然後但是福貿已經這樣貨貿更難 然後建築條例目前形成僵局 希望新國會看有沒有突破 希望貨貿等新國會再決定是否簽署 所以民進黨本質上 如果段一康可以代表民進黨的話 本質上是不反服貿的 是不反貨貿的 那他也支持馬英九現在繼續去做貨貿談判 那只是監督條例要完成立法才能夠簽署 他的立場是這樣 好 抱歉我們回去 我在臉書我曾經那個加拿大啟事 字比較小呢 這字比較小我唸一下 我覺得 就是真的覺得似曾相似 大概在10月初的時候 TPP的12個會員國 他們就TPP也是完成談判達成共識 那剛好遇到加拿大大選 那加拿大的大選是三國演義 三個黨 保守黨就是原來的加拿大的政府 他就去參與TPP的談判 而且最後完成了TPP的談判 然後剛好台灣還沒有簽 TPP現在還沒有簽 還沒有正式簽署 政黨的問題 政黨的問題呢 當選的組成新政府的 取得國會多處的呢 就是這個加拿大的自由黨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他的立場真的跟民進黨比較 另外一個黨呢 叫做新民主黨 真正站在反TPP立場的是新民主黨 就是剛剛有朋友說反自由貿易 新民主黨的立場 他認為加拿大根本不應該去簽TPP 那這個自由黨他怎麼簽 這個是加拿大自由黨領舊布魯多 10月5號的聲明 那個時候TPP已經完成談判 我唸一下 他說聯邦自由黨呢 堅決支持自由貿易 堅決支持自由貿易 因為我們用其為加拿大的商品的服務 開放市場 發展加拿大的商業 找到更好的高薪工作 增加消費者的選擇 並且這樣提價一個人 所以他叫做自由黨 所以基本上他的那個黨的理念 就是支持自由貿易 然後這個跨太平亞夥伴協議就是TPP呢 他的阻止在消除貿易上案 為加拿大擴大自由貿易 然後給我們的中產階級和努力工作 邁入中產的人們增加機會 這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 聯邦自由黨會採取負責任的態度 徹底檢視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議 哈勃是當時保守黨政府的總理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並不透明 尤其在有關加拿大被要求接受加入此協議 而作出的退讓的部分 政府有責任坦承公開談判過程 並立即公布任何協議的所有細節 加拿大人應該知道這份協議 會怎樣影響全國各種產業 聯邦政府必須堅守默言 在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議的核准過程中 捍衛加拿大的利益 包括公益管理跟主要是他的奶品 汽車行業以及全加拿大的製造商 如果聯邦自由黨十月十月後 最後贏了新的組建政府 我們會在國會做公開全面的討論 確保這份歷史性的貿易協議 爭取了加拿大人的意見 我意思是說話講得很漂亮 但是他最後的立場其實是什麼 其實他的原則上也是接受提議 然後只是質疑同樣的質疑他黑箱 那質疑他黑箱是不是要否決TPP呢 沒有 他是說我們要進行全面的討論 然後呢 確保了這份歷史性的協議 爭取了加拿大人的意見 什麼時候爭取 簽協議前還是簽協議後 事後 簽了協議後 確保他爭取了加拿大人的意見 那其實我說加拿大的啟示路 其實就是一個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參考 就是看到保守黨 看到自由黨 然後看到新民主黨 那台灣呢 那很有趣的是 不管國民黨 或者即將執政的民進黨 其實在意識形態上 基本上都是自由 是自由貿易的 剛剛段宇胖一定講 就是民黨不反對福茂 不反對國貌 那大家能看他是什麼呢 其實這次值得討論 然後再來 加拿大至少還有一個新民主黨 他是會站在就是徹底批判TPP這個立場 來發生 那台灣有沒有新民主黨 台灣的新民主黨在哪裡 台灣真正代表農民、工人 那個小企業的新民主黨在哪裡 可能啦 有一些新興政黨 但是他們會在國會獲得喜事嗎 將來面對福茂面對禍貌 如果民進黨只是說 我只是質疑黑箱 我只是要求透明 但是我本質上不反福茂 不反禍貌 那這樣夠嗎 我說夠嗎 不是代表民進黨錯 因為他可以說 我政黨的主張就是這樣 但是就整個台灣的國會體系而言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更站在批判 福茂、禍貌立場的政黨呢 那這個問題也許等一下可以聽你看 大家看 好 往下 好 好 好 那 好 像我們看完民進黨的立場以後 好 所以 大家大概可以知道說 好 麻藝九的立場是這樣 民進黨的立場是這樣 好 民進黨的立場 欸 有進有去的是 段宜康講的話 為什麼不是蔡英文出來講的 為什麼蔡英文的話是相對猛 然後段宜康說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簽署之前 欸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之前 好 民進黨反對簽署莫冒協議 這句話為什麼不是蔡英文出來講的 這句話為什麼不是蔡英文出來講的 有沒有朋友願意給這個答案 沒有 沒有 這 有沒有 有願意給一個答案 為什麼這句話是段宜康講的 不是蔡英文講的 因為他是不分區的 他不用出來選 好 直接這樣就好 因為他是不分區 他不用出來選 然後蔡英文要出來選 主帥要保持某種彈性跟曖昧 好 那我們再看 所以就是 如果用520做時間點的話 就是馬一九希望他做到 實證院簽署實證院合併的階段 然後段宜康如果他能夠代表民進黨的話 他表示出來的立場是說 監督條例要先完成立法 才能簽署 那時間點如果再往前拉到年底 年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 是各界發出或許微弱的抗議跟反對聲音 那我相信這聲音會越來越大 這個還是有意義的 你們會發現是 現實上陳德滴現在談判的經濟部的官員 他們的立場有在鬆動 最早10月14號夏商會 那個時候第二輪談判還沒有舉行的時候 夏商會的結論是 同意繼續推進貨品貿易協議商談 爭取今年提前獲得共識與成果 這個就是要談判完成 然後到11月26號的時候 11月26號就是段宜康安排的那個專案 這個經濟部市長卓士昭的講法是 事實上我們的目標是在年底取得重大進展 並不代表談判完成 就往後退了一點 到11月29號的時候 鄧正宗他講說 對於過貿年以前有重大進展的目標 他說現在都很難說 如果我方爭取不到我們所想要爭取的東西 未來將持續爭取 因此可能無法達到原先預期 一定會使有重大進展或結論 還要看結果而定 所以他 因為各界的反對聲音有出來 所以 這個反對聲音包括說 中國需要我們開放的項目 一開始 好像 就是 外界也不知道啊 或者至少沒有很尖銳的批評 那 但是 漸漸的 從11月 10月11月 這樣的聲音出來了以後 讓 中國跟台灣要發行共識 相對 沒有那麼容易 那目前呢 情況還是 就是 不是那麼迷浪 再往下 中國政府的態度呢 這個 中國商務部發言沈丹亞 希望雙方繼續相向而行 共同推進 貨貿協定商談精神 爭取早日完成商談 然後 陳德明呢 這個是 就是11月30號那個 海基海協會 在 原山的會晤交流 裡面 台灣這邊主動提起貨貿協議 陳德明的回應是 中方認為在12月完成 也有可能 但也提出 兩岸服貿協議跟兩岸監布條例 在台灣皆會通過 希望我方也要考慮到 此種情況 第一個 坦白說 中國的外交系統 他們的訓練都其實做得 蠻到位 人家就不會講說 我臉比較尖 不會講說 我臉比較尖 然後都會用一些比較 就是 遇到談判時程的時候 都會用一些比較 抽象 的用 那 對 這就是他們的理想 相對不明確 那其實他們也某個程度 向台灣釋放一個訊息說 那你要跟我簽貨嗎 那我們已經簽了服帽 你是不是應該讓它生效 那你們講的監督條例 到時候會長的什麼樣子 那 這些都是中國關心的問題 再往下 好 進入第二個主題 先假設大家要 同意說 要設法把服帽擋下來 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入論點 就是 服帽到底對台灣是有利或不利 先假設 就是 我們如果要把服帽擋下來的話 然後 根據我們前面的那些資訊 馬英九 520前想完成 民進黨 非常可能 取得國會的過半數 其實 然後民進黨 至少段一康 政策會執行長 想出來的立場是 監督條例不過 民進黨不支持簽 貨帽協議 但是 支持繼續談判 然後民進黨大方向上 認為 台灣跟中國應該要簽貨帽 好 那在這幾個假設的前提下 我們來看 如果你想要把服帽擋下來的話 那我們就分 你要擋下來 就是520前跟520後 分開來看 因為520前可能會破 520後也可能會破啊 對啊 參議員執政也會破帽啊 那在520之前呢 有兩個路徑 第一個路徑就是 你就知道這個談判呢 沒有辦法在2016 5月20以前完成 就是到2016 520之前 他還沒有談完 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 就是說 貨帽本來就牽涉到 1萬多個關稅項目 那 台灣希望中國開放的項目 中國不一定會讓 中國希望台灣開放的項目 台灣也不一定會讓 那 如果我們能夠動員 足夠的反對者的話 各個領域的反對者的話 沒有那麼容易打成共識 當然馬英九最後也有可能就是 目前其實看到一個現象是說 事務官不見得想要那樣 就是提著鋼灰往前衝 事務官也會覺得說 爭議性這麼大 真的要這樣衝下去嗎 但是馬英九的意志非常強烈 要在520以前 錢多嗎 那這個就有些折衝 我們要讓社會的反對意見 都動員出來 第一個路徑是 讓談判沒有在520前完成 第二個路徑呢 讓談判沒有辦法在3月中 就是新國會開始運作 以前談判完成 然後呢 讓新國會在3月中 開始運作了以後 做成一個決議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民進黨 是國會多數的 他如果 段儀康講的話 算數的話 如果他所宣示的 至少是某種民主的體驗 其實也是318運動退場時候的要求 就是監督條例沒有完成立法 不可以跟中國簽新的協議 那國會如果做成一個明確的決議 應該對行政部門有拘束力 所以對民進黨施壓 還有說動員談判所涉及的 各個厲害關係行業的反對者 這是兩件重要的事情 這個是520前 我這樣講清楚嗎 再往下 520後呢 520後就是 蔡英文當總統 蔡英文很過貌嗎 沒有啊 蔡英文沒有很過貌 林權是蔡英文的首席 財經幕僚 他不是支持貨貌 他也支持服貌 我怕引起誤會 我精確用林權 他的用 林權曾經講過說 立法院通過服貌沒有關係 即使大門開了 我們可以再關第二層的門 就是用投審會 用台灣的內部的法規 去管制中施 來透過服貌協議 來台灣的投資 只要我們的管理措施做得好 服貌協議對台灣的商案 是可以控制的 基本上林權的思維是這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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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基本上 我的理解 民進黨的朋友 對TPP 對貨貿的態度是說 基本上支持台灣跟世界各國 欠自由貿易協定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要避免過度的經濟依賴中國 所以如果我們同時跟中國簽貨貓 同時也簽TPP的話 就不會有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 我想我這樣對民進黨朋友的立場的詮釋 應該沒有過分 至少在幾個場合聽到歸納的結果 應該是這樣 那 所以 如果你的立場就是 我就是不要這個貨貓 那到時候呢 520以後 520以後不要說抗爭了 至少我們施壓、溝通、說服的對象 就不再只是國民黨 甚至國民黨都已經不是重點了 到時候國民黨就萎縮成國會的一個小黨 那當然它會有些不干擾作用 但是變成我們主要的施壓對象 在520以後會變成是民進黨 大家準備好了嗎? 有這個心理準備嗎? 就是你可能將來看到很多人是去北平東路 去民進黨中央黨部外面抗議的 就如同今天一天到晚 會有很多人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外面去抗議 是一樣的 那在實質面當然就是強化反過貌的 不管論述、宣傳、組織、行動 那不管是農產品的開放、農產加工品、市品的開放 工業市品的開放 或者根本上反對眾國所推動的兩岸經濟引發 都要讓這樣的力量壯大 那在此的訓練當然是 要讓國會通過一個比較高密 就是對行政部門高密度監督的監督條例 其實就是民進黨 我花點時間回答下一列 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再民意調查一下 這邊有去參加318運動的國會舉家嗎? 一半以上的問題 老問題嘛 很多人在辯論的 到底318是反福茂還是反黑箱福茂? 我們現在到底是要反禍茂 還是要反黑箱禍茂? 當福茂不黑箱我們就不反對了嗎? 當禍茂不黑箱我們就不反對了嗎? 每個人的答案可能不一樣 那以下我只能夠說我個人的答案 我認為不管反福茂運動或反破貿運動 基本上反經濟上的剝削跟壓迫是核心價值 但是唯有反黑箱禮才能夠破大潛文 抱歉我忘了一個數字 但是鍾演院做了一個民調 其實呢 台灣社會 雖然大家支持318 在台灣社會 就是他做一個民調 就是好像 嗯 我忘了那個詳細的數字 大概是有八成多 有八成多的 八成多的民眾 支持跟美國 進行經貿談判 有六成多的民眾 支持跟中國 進行經貿談判 即使是318運動的參與者 支持跟中國做經貿談判的 仍然過半數 那當然你可以質疑他那個樣本的可靠性 那但是 嗯 對 就是說 不管你怎麼樣的理念 你都會面臨一個結盟的問題 就是 如果當時的318 就是從第一天開始 我們不要講反黑箱 我們就說 我就是徹底反對這個福嗎 那我都不提反黑箱 那這樣 你能夠連結到的社會力 跟你能夠連結到的 比如說 媒體支持跟國會支持 會不會不一樣 我不曉得 我先不下結論 就是說 我拋出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去辯論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擴大結構 但是就運動的發起者 很多團體而言 其實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徹底反對這個福嗎 我是徹底反對跟中國欠這個福嗎協議 或者至少我反對 簽出來的這個內容 我們覺得無可支持 不是因為它黑箱我們才不是實 即使它透明 這個內容 我們還是不支持 但是張慶忠的那個30秒 很多人就衝著張慶忠這30秒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一個民主國家 怎麼可能可以有張慶忠呢 所以它是一個擴大結合的過程 那跟運動的核心理念 未必完全一致 那再來 我相信各位應該在網路上 也看過很多評論 就說 從某些 從某些朋友的認識 318一開始不是反服貌嗎 它為什麼最後變成監督條例 它是不是只是在處理個 狹隘的程序問題 那對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 程序不只是程序 提程序的目的是要重構政治經濟決策的權力規則 讓被壓迫者取得更公平的戰鬥位置 而程序正義是追求實質正義的道路 那我就以後來經濟民主嚴格 我們其實也同時回答 剛剛有朋友問到TPP問的 因為你監督條例你總是針對中國 針對其他國家要不要監督條例也要 那現在是什麼 條約締結法 但是那個條約締結法 可是一個非常空洞的條約締結法 那所以我們開始還有一個口號 沒有民主參與就沒有經貿談判 這也是我們將來面對TPP的態度 那我們要求讓基層的人民、農民、勞工 在經貿談判的決策過程中 應該要獲得與跨國企業及大財團 同等的資訊及權力來影響談判結果 來捍衛自己的生計 這個權力包括不只是對個別談判項目的意見 也包括選擇根本性的某選經貿協議的前提 這是我的看法 以及我對一些質疑的回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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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貨帽 這個貨帽大家都知道是因為我們前的ECFA 那ECFA這邊講說就像一本書的目錄 只有低章的有少收清單 那後面還要簽投資保障協議、福茂協議、貨品貿易協議 我們看下一個圖 這個是有趣的圖 這個圖不是我畫的 這個是經濟力貨帽官網 他講說貨帽是ECFA的一環就是重要的主菜 那前菜是什麼呢?草收清單 商拉是什麼呢?投資保障協議 主菜是貨帽 然後底下還講說主菜才是重點 貨帽協議要談判涉及雙方一萬多項的產品 才是ECFA的主要核心 我覺得這個圖有趣的是貨帽是主菜 各位有沒有發現福茂不見? 主菜福茂協議怎麼不見呢? 經濟部貨帽官網不賺三桌 那貨帽協議會不會是另外一環收掉了? 不管貨帽或福茂都在談自由化 福茂的自由化是透過獅頭開放模式 這個我們去年前已經談很多了 跨境提供服務、境外消費、商業據點呈現、自然人呈現 那貨帽的自由化呢 根本性的就在談降關稅 貨帽基本上就是談降關稅 還有去除一些非關稅貿易障礙 包括說近視鏡頭、技術障礙、檢驗、檢驗 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從這種經濟談談的觀點 他們來看食品安全 他們最在意的 經濟談談中的食品安全 不是在談食品安全 是在談如何避免食品安全的檢疫 變成貿易障礙 但確實很多國家呢 比如說日本或美國也曾經這樣講 就是說我在經濟談談中 我答應開放市場 我談判已經答應開放市場了 那我怎麼做第二層的管理 就像林全講的第二道門 就是你東西真的賣到日本來的時候 我就逐筆檢驗 檢驗到你非常煩 最後放棄這個市場 美國國會更誇張 美國國會曾經做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美國國會的那個撥環 就是美國國會的預算審查權非常有 那個權力非常大 他不只可以決定政府今年有多少預算 他還可以決定呢 今年的預算我要在幾月幾號撥環 那美國國會呢就透過一個方法就是 因為你所有比如說外國的產品進來 會影響到美國的 雖然我在貿易談談都不開放 那美國國會呢 他要保護自己國內的產品 其實美國是非常保護主義的 他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美國國會要求說 你所有的檢驗不是要預算嗎 他就把那個預算的金額呢 他要求進來的東西都要檢驗 但是把檢驗的預算壓得很低 那就再慢慢排隊 甚至把那個檢驗預算撥款弄得很慢 那這個確實是過去曾經發生這樣的現象 所以貨貿裡面談的食品安全的檢驗 不是在談如何回顧食品安全 是在談如何避免食品安全的檢驗 成為非關稅貿易障礙 阻礙貨品的自由流通 下一頁 好 我要談一個概念 就是 我的結論就是 不簽服罵 不簽貨罵 甚至不簽NTA 不加入TPP 都不失所 為什麼呢 整個國際經貿資訊 其實 我寫過一篇文章 叫三層蛋糕 與自由貿易 類似 有點忘記 相信你 整個國際經貿資訊 是由WTO FTA 跟共同市場所組成 他就像三層蛋糕一樣 第一層是WTO 台灣是WTO的會員 也是WTO底下一個重要的資訊科技協定的會員 第二層是FTA 是服貿、是貨貿、是區域貿易協定 第三層是共同市場 就是最高層的經貿者的共同市場 像公共那樣 台灣就算是沒有第二層 沒有第三層也有第一層 中韓FTA再怎麼簽 它也是第二層的區域貿易協定 除非韓國要跟中國變成共同市場 否則它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 什麼鎖國不鎖國的問題 根本是被誇大 我們今天談的問題只是 你要不要從第一層增加 從第一層蛋糕增加第二層蛋糕 這個要往游下往上看 台灣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部 也是資訊科技協定的會員部 現況 台灣出往中國的產品 已經有69%的貿易額零關稅 抱歉 這個是前年的資料 去年的資料是75% 有沒有人是今天第一天知道這個資訊的 舉個手好嗎 放下 大部分 我們今天在談鎖國不鎖國 我們在談我們不可以對中國錯 我們跟中國的貨貿還沒有牽 我們前年賣到中國的產品 用貿易而算用金而算 已經69%零關稅 去年已經75%零關稅 泰國呢 泰國就算是跟中國簽了FTA 它的目標也是20年後有85%的產品 賣到中國零關稅 大家在여행什麼 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擔心的 有些產業是會收引ramos的 但是把中韓的FTA簽署 以及臺灣不跟中國簽貨貿 講成是產業大海嘯 根本是誇大起始 那什麼時候才會變成第三層蛋糕 共同市場 就是所有的生產藥物要自由流動 資金、貨物還有什麼勞動力 你要跟中國變成共同市場嗎? 有沒有人要做這樣的選擇呢? 但是有啦 蕭萬長美式去參加國王論壇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代表臺灣去參加國王論壇 但是應該說是馬一九對他有一些任務的支持 他用的名稱蕭萬長是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董事長 剛剛還是最高的部位 他希望兩岸共同市場 他希望我不希望 好 再往下 下一頁 我們講一下FTA是雙邊的 那後邊的包括第二層的包括TDPP、RCEP 一個美國主導一個中國主導 那以及FTAAP 這是打出來用所有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就是所有的FTAAP的會員國為主題所成立的自由貿易協定 那中國第一、2025年關係的臺灣 下一頁 我這邊要講幾個意思 其實剛剛已經講了 不簽FTA不等於索貨 FTA覆蓋率不等於零萬稅率 那中韓業的影響是被誇大的 去年臺灣出口中國的工業產品 已經7成零萬稅 下一頁 我盡量快一點 在管州比的鎖國論 就是說亞洲有些國家會加入TPP 有些國家會加入中國主導的RCEP 那如果兩邊都沒有加入 臺灣兩邊都沒有加入的話 到時候就會變成跟蒙古、北韓、東帝汶、巴布雅 新、幾內亞、斯伊蘭卡一樣流落在外 這個是誇大 因為臺灣是WTO的會員國資訊可能協定的會員國 下一頁 FTA覆蓋率等於零萬稅率 不等於零萬稅率 抱歉這個我們仔細看一下 這個政府真的是炸氣蛋 這個是經濟部市長佐世昭他講的話 他說韓國的FTA自由貿易協定 佔貿易覆蓋率大概38.93% 這個應該就是沒有把中南FTA算進去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生效 今天也還沒有生效 應該最近會生效 但是臺灣只有9.69% 看到這個數字 每個人都會說韓國38.93% 臺灣9.69% 你擔不擔心 擔不擔心 講到這裡是對的 下面開始卓士招就變成炸氣蛋 他說臺灣每出口100美元貨品 只有9美元可搶零萬稅率 這是天大王的 他是將FTA的覆蓋率跟零萬稅率 混為一談 實際上的結果 臺灣跟歐盟沒有FTA 臺灣前年賣到歐盟的產品 已經五成以上零萬稅 前年賣到中國的產品 已經6成9零萬稅 賣到美國的產品 已經7成以上零萬稅 這個才是真實 所以他講說我們現在FTA很少 對 沒有 但是真的我們每出口100美元 只有9美元可搶零萬稅嗎 錯 他把FTA覆蓋跟零萬稅率 混為一談 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加入WTO也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不對 農民不是當年都到那個 我們是2002年加入WTO 2002年月到加入WTO 中國是2001年12月 那個時候北政府剛上來 臺灣各地的農民 包括中國國民黨也去動員很多農民 到臺北來抗議 他真的也對農民帶來很大的傷害 我們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有沒有辦法得一點東西 至少要辦法得一點東西 就是WTO 他讓臺灣的產品以及他的資訊科技協定 很多產品賣到世界的等國是兩萬 下一項 這個臺灣賣到中國的產品去年已經75% 所以包括資訊科技協定 這個是最大的重點 除了WTO的會員國當然160個會員國 那其中的大概 抱歉有點忘了這個數字 就是幾十個會員國 不是全核有加入資訊科技協定 這其中包括臺灣 他們就約定了這些資訊科技協定 還可以幫到電腦、通訊社會、電子零組件、軟體、半導體 這個是零關稅 然後再來是 有些東西是中國本來就給所有的WTO的會員國零關稅 然後第三個是 幫我找受信任 對於這7%的貿易產業而言 現狀已經是零關稅 簽了貨貨還是零關稅 除非關稅可能比零更低 否則簽不簽貨貨對這些產品沒有影響 我講的是實話 所以張宗某、曹欣誠 有貨貨跟沒有貨貨貨對我沒有差 對台積電沒有差 對聯電沒有差 對台式產業沒有差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資訊科技協定 零關稅的產品 下一頁 好 這個是前年的資料 我看一下哪個圖來看 我寫過 再看下一頁的圖會不會比較清楚 好 抱歉 現在我回答 好 我們就要這個圖 這個是前年的 我們等一下看下一頁是去年的 但是這個圖比較清楚 同樣的呢 這個我要聲明 這不是我畫的圖 可能缺點之一是不太對嗎 這個是經濟部貨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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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關稅 已經是零關稅 沒有貨幣 那這裡面呢 包56.91%是IDA將資訊科技協定 台灣出口 中國最大中國的事情 那個電腦 手機 還有半導體 看到台積電的經驗 代工的那些產品 然後再來XA找受清單 它有百分之十 那其他中國對任何國家都 對WTO會員國都用零關稅 佔百分之一 那目前在爭取貨貿談判零關稅的 主要是哪些產品 這裡寫出來呢 面板 工具機 石化 汽車 雖然他要強調說那個83%的工廠設在中南部 但我們知道石化廠都設在中南部 那一定石化廠設在林部 所以真正貨貿 維護誰的利益 爭取誰的利益 對這68%沒有影響 也69%沒有影響 石化 石化 特別是古大販用塑膠 石化 面板 工具機 汽車 但是工具機 中國 高底 工具機 中國 非常願意讓 因為工具機 一則是精密的工具機 其實是 等於是國防工業 然後再來是說 工具機 他們把它當成是 他先進要發展的工業 中國非常保護 要扶植自己的工具機 我講一個例子 ECFA 早收清單的談判的時候 蔡英文不是跟馬英九面論嗎 馬英九不是一直在講那個 賴老闆的工具機 他就是石化 面板 汽車 剛好是十大財團 但是工具機相對有比較廣的產業鏈 跟比較多的 影響到比較多的就業人口 那馬英九就告訴大家說 欸 你們不要說我們只維護大財團的利益 像那個台中賴老闆 應該不是我的親戚 做了工具機 那個 我們也把它爭取在ECFA的早收清單裡面 最後結果是怎樣 你必須承認中國是一個很會談判的團隊 就這個部分我們應該敬佩也好或敬畏也好 他就這樣 就是說他只給少數幾項工具機 在早收清單的時候 2010年ECFA 早收清單 賣到中國的一半歲 少數幾項 那他的做法是怎樣的問題 他讓你第一年賣來中國零關稅 第二年賣來中國零關稅 第三年賣來中國零關稅 第四年 如果你繼續想賣來中國零關稅的話 我有一個要求 你工具機裡面的核心的數位控制系統 不可以用德國貨 不可以用日本貨 不可以用美國貨 一定要用中國貨或台灣貨 那各位想想看是怎樣 就是說前幾年先讓台灣的工具機業 對中國形成市場依賴 形成市場依賴以後 你如果要繼續零關稅的話 他們現在講法就是畢業 就是從零關稅裡面畢業 你如果不想從零關稅畢業 你要繼續零關稅的話 你的數位控制系統 你必須換成中國的 或者是台灣的 那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實際上台灣的工具機 每五套裡面只有一套 就是20% 它的速控系統是用台灣貨或中國貨 尤其是高階的工具機 就是可能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或者是說產業發展上的問題 我們還是奇怪用德國或是數控制 各位對一句話應該有印象說 兩岸貨貿裁判應該要避免第三方搭便車 對不對 聽得很合理啊 避免第三方搭便車 所謂避免第三方搭便車包括整個 那下面有問題 汽車 如果到時候他讓台灣的汽車的引擎是自給自給的 好 這個就有趣了 如果到時候他讓台灣的汽車賣到中國去 但是跟那個工具機一樣 要求說引擎必須用台灣的或中國的引擎 那你沒有台灣的引擎 其實就是用中國的引擎 那剛剛那個工具機再講多一點 你如果再想多一點 其實它是一個很高明的產產策略 也是一個很高明的產業發展策略 因為台灣的工具機的強項在窒息 中國覺得它的軟體很強 它要發展它的工具機產業 當你台灣的工具機 要用中國的速控系統 中國的軟體系統的時候 你就必須跟中國的軟體廠商合作 把你工具機的一些參數 然後相關的機械設計 讓中國的軟體設計師充分了解 你怎麼知道這家軟體公司 不會跟中國的另外一個工具機業者合作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中國藥房它所有它所想要的 回到這裡 我們正題是要講說 那個汽車 那個工具 尤其是工具機 雖然放到貨帽的爭取項目 但是真正獲利的是 真正會爭取到的是石化跟木頭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這裡講的石化不是整個石化產業 整個石化產業鏈 是指五大販用塑膠 主要在爭取理關稅的就是五大販用塑膠 就是聚乙烯 聚氯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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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氯烯ABS素質 就是所有的 我們看到的塑膠產品 都是幾乎用這五種基本原料生產出來的 那這個五大販用塑膠 基本上這大販產業的特性是高汙染 高耗染 低利潤 台灣真的要繼續發展這種產業嗎? 其中一個 一家聚餅機的大法就叫做融化 它的老闆就叫做李萌瑋 那就是一個有氣爆的始作用者 那高雄它現在整個地下管線要不要設石化專區 這個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那我們真的我們的產業的發展方向是 跟中國爭取零關稅 讓李萌瑋的聚氯烯可以生產更多 賣到中國更多 然後讓台塑 五大販用塑膠就哪幾家? 就是李萌瑋嘛 台塑嘛 然後奇美的許文龍嘛 然後那個孤仲寧嘛 孤仲寧 國橋石化 然後還有一個華僑叫做吳亦歸 華夏海灣 他好幾家喪失商櫃公司 就是這一個菜館 然後麵板呢 誰做麵板? 郭台銀嘛 群創合併那個奇美板 李坤耀嘛 勇达嘛 然後漢語彩晶那個教股市的教師傅嘛 中華藝館 放儒心家的那個大同的林蔚三家族 真的 這個 三十一點三二 三分之二以上就是石化跟麵板 剩下三分之一 應該是工具之一 那工具之一不是這樣 我們談了貨帽談半天 其實我們是在談石化跟麵 照一下 好 下一遍 那這個是 剛剛是前年的資料 這個是去年的資料 那個 資訊科技協定林關稅變成56年了 EKBA早說新端林關稅變成14.68% 其他項目林關稅變成4.79% 所以我們去年已經75% 是賣到中國的產品是領關稅 目前還在爭取領關稅的 是25% 好 我們剛剛講中華藝館MTA 中華藝館MTA在協定生效日 是中國協定生效的那一間 韓國的產品賣到中國的理關稅 佔貿易額44% 台灣去年已經是多少 75% 10年後 66% 比台灣去年還要多 大家在怕什麼 20年後 80% 台灣去年是70% 下一頁 那這個跳過 為什麼會是這樣 是因為WTO的最會所待率 下一頁 好 下一頁 還有資訊科技協定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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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資訊科技協定 其實在繼續擴改 好 好 回來這邊 莫茂到底是力大於弊呢 經濟部的講法 他是這樣講 他說呢 因為中國的平均關稅高 台灣的平均關稅低 他說中國的工業產品 去年的平均關稅是 2012年是8.87% 接近9% 台灣的工業產品呢 同樣2012年的平均關稅是4.23% 中國是9%的關稅 平均啦 各個項目的平均是9% 台灣各個項目的平均是4% 所以如果兩邊都拉成0萬稅 就好像 就好像台灣給中國10塊錢 交換中國給台灣9塊錢 是台灣賺到 就是聽起來一個資產品 我可以講解釋 經濟部 他說 欸 你們不要再罵我黑箱 我已經辦了好幾百場的產業座談 那我有請那個工會的朋友去聽 這個就是 他們就不斷地在想要這個 他跟你比 我看一下 往下好 往下好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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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就告訴你這麼多數字 比如說 台灣的礦產品平均關稅是1% 中國的礦產品平均關稅是4% 台灣的化學品平均關稅是3% 中國的化學品平均關稅是9% 反正都是中國比台灣高 所以如果兩邊拉成禮關稅 你任何一個產業去 他就告訴你那個產業 說現在中國關稅高 台灣關稅低 兩邊都拉成禮關稅是台灣賺大 真的這麼簡單嗎 他沒有處理的事 台灣跟中國談過貿目前最大的爭議 最難談的一件事 我再關稅 是在我們在加入WTO的時候 一般比如說台灣是WTO的會員國 中國是WTO的會員國 後面加入WTO的人 要跟前面所有的國家做入會談判 台灣跟中國呢 大家也知道你們兩個很麻煩 所以故意把中國的入會時間 跟台灣的入會時間拉得幾乎一樣 還是讓中國切 中國是2001年12月 台灣是2002年1月入魂 因為時間非常接近 兩邊沒有坐在這裡 所以必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台灣要怎麼對中國開放 那當時就覺得說 編政府其實也是 應該不是編政府 應該是說從 因為加入WTO的談判是從 比登陸的時代開始 那最後就做了一個決策說 我們雖然加入WTO 雖然非歧視原則 普遍性罪惠國待遇 是WTO的 幾乎是帝王條款 但是台灣WTO還是考慮說 如果對中國都這樣 相當於對WTO一旦會有無開放的話 為了台灣的產業造成重大創集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的產品 是根本禁止從中國進投 不是高關稅 是根本禁止進投 那到現在有多久 當然那個相當同禁就是逐漸在縮起來 就是不斷的 有每隔一段時間都在檢討 那繼續對中開放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 1810加 就是上市裡面的1510項工業產品 然後再加320項農產加工品跟食品 再加707項的狹義農產品 也就是說我們海關一萬多個項目裡面 我們現在還有 兩千多項 兩千五百多項 五分之一是根本禁止中國投進化 對中國而言 它覺得你這個是歧視我 那當時阿扁的想法應該是 要不然你去WTO告我 中國怎麼會去WTO告台灣 那個馬上就承認 台灣跟中國是一個平衡的人 就會給國際時間這個印象 那中國就選擇另外一個事而言 就是說好啊 你現在跟我談禍嗎 好 你要我開放 這個 這是誰講的 應該是陳德銘講的 就是他曾經陳德銘曾經講過說 中韓FTA 中國對韓國開放的項目 我們都可以對台灣開放 問題是韓國對中國開放的項目 台灣要不要對中國開放 這個是陳德銘應該是不照以前他就放這樣畫 那確實是當時考慮說 這707項的農產這320項的農產加工品 10億 1510項的工業製品 因為其實台灣跟中國的那個緯度是非常接近的 台灣的緯度跟中國的那個緯度是不一樣的 氣候是接近的 距離是非常近的 飲食習慣也類似 所以彼此之間的衝擊可能更大 我舉個例子 我不是在整理這些管事物品 其中那個木材 就是樹木 原木 目前只有一個東西是管樹 叫做什麼 福州山 那可能會 福州山 山木 福州山 可能會說 你沒有禁止美國的福州山進口 你憑什麼單獨禁止我中國的福州山進口 你跟紐西蘭簽FTA 也沒有禁止紐西蘭的福州山進口 問題是紐西蘭沒有福州山 中國沒有福州山 但是一大堆福州山 所以當時的考量其實是有相當的道理 我再舉個例子 各位一定有去過迪化街 迪化街賣的那些 我們有個講法 就是很多大宗音詞 我們會說什麼 南北貨 各位有聽過東西過嗎 台灣沒有錯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 我們沒有反貿易 台灣制補就是以貿易力 但是貿易不等於 不反貿易不等於 我們必須跟中國簽自由貿易協定 或我們必須跟中國簽活嗎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我們現在還是在跟中國 我們還是跟中國貿易 我們沒有FTA 還是在跟中國貿易 那從鄭成功 從明朝 或更早 其實台灣本來就是整個 東亞貿易的重要樞領 南北貨這個概念很早就有了 就是說就是你跟不同地區 生產不同產品的國家互通也有 所以叫做南美國 南邊生產的東西跟北邊生產的東西 不會一樣 但是東邊生產的東西會跟西邊生產的東西一樣 你同樣的緯度 同樣的氣候 同樣的飲食習慣 這個之間所造成的衝擊 跟美國跟紐西蘭是不完全一樣的 當然不代表說跟美國簽自由貿易協定 加入地區明明不會有投資 我沒有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有它的程度的不同 好 下一頁 反正經濟部就告訴大家這些 反正中國關稅都以台灣高 那兩邊拉成鈴的話 看起來對台灣有利 但是不能這麼簡單的看 站在下一頁 就是這些石化面板汽車工具機 然後去掉工具機中國讓物有限 石化面板汽車就剛好是十大財款 再往下 我必須談一件事情 這個是現況 真的就是他在爭取零貫罪 就石化面板汽車工具機 那我們從去年9月開始提出這個批評的以後 馬英九他在今年3月21號 他就說你們不要罵我 只幫大財團爭取利益 馬英九指示將面膜 列為爭取對中國獎稅的侵犯 為什麼忽然冒出面膜 他做過什麼樣的產業調查 還是你會看到中南安體驗的化妝 然後就覺得 就是韓國有口紅 台灣來做面膜 是這樣 那 我必須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 客觀的這個客觀數字 是確實的 因為經濟部的數字也是一樣的答案 那如果你把這個說法去質問經濟部 經濟部會怎麼回答 經濟部會說 你們講的都對 但是那個是從貿易額來看 而不是從產品項目來看 就是說 發現我們回到上個題好不好 對 這個31%是貿易額 是指現化 他的意思是說 可能台灣就是說 台灣那個 雖然目前56% 68% 69% 那現在是去年是75% 賣到中國已經都是零關稅 這個也是貿易額 但是他集中在特定的項目 特別是資訊科技協定的項目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可能有很多傳統產業 很多中小企業的產品 他可能是明日之星 我不只爭取大財產的利益 我也要爭取這些明日之星的傳統產業 跟中小企業的利益 讓他們的產品賣到中國是零關稅務 邏輯上成立 但是我必須質問 好 你告訴我那個事實 你政府真的有做產業研究嗎? 你真的有做市場調查嗎? 你真的知道台灣的明日之星的產業在哪裡? 然後有了產業政策 再去調整你的貿易政策嗎? 還是像馬鈴九一樣 看到面膜就說面膜 那同時在時間上我要質疑一些 你從2011年年初貨貌開始跟中國談判 談了四年半 你都在談四大產業 那你忽然告訴我們說 我不只要維護大財產的利益 我還要把中小企業跟傳統產業加進去 然後你年底就說你要完成談判 哪一個政府那麼神啊? 半年你有辦法弄清楚 除了面膜以外 台灣到底哪些傳統產業中小企業 要透過貨貿談判爭取到中國零關稅 會是一個對台灣產業正面的發展 我絕對不相信有這種奇跡存在 他有辦法把它弄清楚 然後具體力爭的來跟中國談判 那再來 好吧 就算你要這樣做 那你真的 因為他們現在談判有一個重要的原則 從第11輪就達成共識 叫做對的 就是兩邊的出價要價要對的 就是比如說今天台灣要求中國 把多少的金額或多少的項目 要求中國大 你要求的多 中國要求的也多 那我剛才已經講了 這個實畫面板這兩個產業 真的不是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 如果真的要談 假設 我們真的要假設 雖然這不是我的立場 假設我們真的要跟中國談報告的話 我會主張放棄實畫 放棄面板 當你這兩大項都放棄了以後 相對的 台灣就不用讓中國那麼多 我們為什麼要幫李某偉 我們為什麼要點自己製造更多的汙染 來幫生產實畫的低階原料 讓中國去生產高階產 經濟部在老早就已經訂出實畫業的發展方向 他喊出一個口號 量在外 值在內 就是五大財用塑膠這種量大 污染大 沒有就是低附加價值 低利潤的 台灣不應該繼續發展 既然經濟部都已經訂了這個產業方向 你怎麼還去跟中國爭取零關稅 然後還為了這個東西零關稅 所以你要犧牲707項農產品 320項食品加工品 1510項其他的作食產品 其實我對整個貨貿的批判 關鍵就在這裡 當然史安 那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個確實是另外一個問題 最後這樣做起來 我們往下看 再往下看 那個手太強硬 這個就放過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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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 就是 好 再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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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到昨天為止 台灣的立場是說 我希望這707項狹義農產品不要開放 包括農業 林務業 有707項的林務農產品 但是到昨天為止 陳德明 陳德明不是去蘇澳嗎 他說 中國會支持台灣的農產品 來到中國 但是也希望台灣開放中國的農業 所以707項中國有沒有當 還不知道 所以我說 不一定守得住的707項狹義農產品 好 再往下 剩下呢 320項的農產加工品 跟1510項的工業資品是 不是中國讓你當的問題 是你台灣根本已經起手了 這些都會的確一定要開放 農產加工品 食品 料酒 農產品跟農產加工品是一種限制 我先練舉過一個例子 紅豆是農產品 紅豆餡就被認為是農產加工品 小麥是農產品 麵團 麵團 做糕餅的麵團 就叫做農產加工品 米是農產品 米粉條就是農產加工品 豬肉是農產品 你把豬肉做成火腿 甚至是那個煙燻的雞腿 那個就是叫做農產加工品 就叫食品 這個都已經被製成了 鋼鐵 中國的鋼鐵 大家要請教 綁織及成衣 電機 電燃 重電 玻璃陶瓷時長 下列 再來是一些 保險 一些環境衝擊 包括農體跟動力用藥 肥料膜藥 環境用藥 甚至肺乳肌 開放中國肺乳清淨 木材 甚至包括報紙、雜誌 這個是一個浮貿跟貨貿混雜的問題 如果照經濟部這樣起手的立場 包括 我們目前是管制中國報紙 就是 你可以申請恶書鏡頭 但是中國報紙不能夠拿到新年產去賣 你貨貿這個是要開放的意思 那雜誌也是 橡膠、有機化學、車輛與船舶 然後黃金、武器、七成元 這個是確定經濟部已經起手的槍 好 我報告到這邊 不好意思 時間到了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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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強律師非常詳細的說 我們在座一看 我們了解貨貌的核心 內容是什麼 也非常了解為什麼 風強律師強調說 他其實不只是反對黑箱貨貌 他根本就反對這次貨貌 他的實質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經過去剖析內部的 誰得利子的時候 他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那麼現在在有限的時間 我們開放給現場的朋友提問 好不好 有沒有想要提問 好 一 二 OK 謝謝 第一位 謝謝 那個 賴律師果然讓我大開眼界 聽了很多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一些信息 然後我還有一點點小小的疑問 就是 好像一開始你講的那個 首先最直觀的疑問 就是對於農產品這個 因為我剛開始看到貨貿協議的時候 好像說 對農產品這個爭議挺大的 那好像 在我掌握的資訊裡面 我知道 好像大陸裡面的農產品 也 也沒有什麼競爭力 大陸很多農產品也是要進口的 所以我們最近才會提出來的說法說 一定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裡 就是說要自己生產 因為大陸包括像豬肉 牛肉還有黃豆 一些大洋精和大米 像泰國的 那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農業的問題 為什麼台灣會這麼關心和在乎 因為我知道大陸的農業好像也並不是很好 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 那你開始說 馬英九的策略好像是說 我先簽 然後 好像是不是說讓別人 因為簽了之後那些廠商 就會給那個 下一任政府壓力 那 如果照你剛才這個分析的話 那好像 也沒有下一任政府 他會面臨的廠商 他大概是在哪些廠商 我感覺好像 台灣主要的一些產業好像也 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 那他的壓力 來自於哪 謝謝你今天非常實際的講解 謝謝大陸 那那個 大陸師我想要補充一下 你說說 我先提問跟補充好了 只是說工具機 他們會之所以 很多被列為那個 管制類 其實是因為說 他加工上面會涉及 可能可以製造局部的那些方面 像 舉例來說 五軸加工機 五軸加工機 分為XYZ ABC 三軸 當中兩軸 所以總共五軸 那 因為他可以做出 像 潛艇的那個 五升馬達那些 都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說 他們會變成說 政府會管制 所以像台大或什麼學校 都要有那個 其實他們都是會登記的 然後你移開的話 也會馬上被學校 或國家知道 所以說 五軸加工機 會被 或者是其他高級命產業 會被 放在那種保密室 很重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說 就是 記得第一章 還第二章 PowerPoint 有講到說 之後會 如果說真的 簽署換月 會有海基會 跟海協會 來進行換月嗎 那我想到一個問題 是說 有人講說 馬錫會之後 海基會 跟海協會 他們已經 沒有辦法 漸漸的 已經 他們的那種優勢 或者是他們的談判 已經漸漸的退出 可能改由 直接有 陸委會 跟國台辦 直接對 直接搭上線 那為什麼 就是說 為什麼貨貿沒有辦法 可能像大家預期的 可能像馬錫會那樣子 而是仍然由海基會 海協會 而並非那種 政府層級的 陸委會 跟國台辦來 進行 談判或換月呢 謝謝 謝謝 我從後面的問題回答起 就是 現在 其實 談判就已經是 官員對官員的談判 就是 包含我們今年在圓山 他其實就是 台灣的工業局 工業局局長 國貿局局長 跟中國商務部 台港澳司的司長 官員對官員的談判 那為什麼最後還需要 白手套 海基會海協會 坦白講 他們就只是白手套 就只是牽制的那個手 先前要牽什麼 其實兩邊的官方都已經 確認了 其實就是 台灣就是陸委會同仇 那中國呢 其實就是 最後他們就是 國台辦同仇 但是他 因為簽到貨帽 所以又上一部 那台灣這邊又有經濟部 實際上 談判已經是官員對官員 但是因為兩邊 目前兩個政府 互相不承認 他們沒有辦法變成 官對官的承認 所以還需要海基會 海協會這個白手套 但是白手套指在 最後一刻出現 那我再多講一點就是 類似的情況 其實在我們的 我們民航的談判是怎麼談的 我們的民航的談判是 台北市航空運輸協會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跟中國另外一個相對的民間組織 但是呢 台灣民航局的官員 就變成這個 台北市航空運輸協會的顧問 就是等於說官員 帶著一個民間的報紙去談判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現況 好 那剛剛這位朋友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問題不在就業人數的多貨 問題是在他的政治影響力的大小 我們剛剛講的 郭海銘 李坤耀 許文龍 然後 郭仲穎 台塑王家 這些呢 他們的影響力 是民黨政府也沒有辦法侵蝕 這個是其實就是我們的整個政治成果就是這樣 不是因為你人口多 中小企業不用的人比大企業多 但是大企業在政府理系的發言分量 什麼 我們挑戰什麼事情都要諮詢 政府已經習慣 不管 不管綠的政府 藍的政府 上來 工種 商種 什麼工商協進會 他的影響 他的發言分量還是那麼大 農產品的問題 對 我理解 就是說 中國也就是 也面臨其他國家農產品那個進口的競爭 但是 我手邊沒有數字 先前那個陳吉仲老師 他有做過很多統計 就是用中國農產品的價格 跟台灣同一個農產品的價格 我們今天那個價格的差距 這個還是相對的 就是說 就是 中國的農產品的價格還是比台灣 還是比台灣多 還是比台灣多 謝謝 謝謝 那我在開放 有一個問題 誰有差多了 有沒有 沒有問題 好 一個 好 給你 兩個人 好 謝謝 陳大利律師 就是 既然我們對民進黨的政策有這麼多的疑慮 就是他其實也並沒有那麼得站在社會的公益 可是 台灣的選舉制度其實對於數字游行 就是他我們的選舉制度對於數字分散的力量是不公平的 所以說他會被制度很莫名其妙的抵銷 那這樣子的話 你認為在2016以後 我們公民的力量如何在選舉當中 該用什麼樣的策略 或是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想法去重新塑造 在體制內的監督的力量 然後 如果在2016之後 不管是只有行政權或是行政權跟立法權 同時都翻牌以後 那我們 屬於公民的在野力量 都該怎麼去跟現在這個 所謂的綠色政府之間的互動的關係跟想法 謝謝 請問一下那些 剛才你談到的是 兩個自以為是國家的政府組織 一個叫做PRC 一個叫做ROC 那我比較質疑的是 對台灣島而言 你剛剛在講說 他們在這些經貿談判的過程中 裡面有所謂的 這個台灣的財團 那我想請問你的是 你所謂的這些台灣財團 它為何要賴在台灣島上 這些產業它為什麼要賴在台灣島上 這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你這個問題讓我想到 好像是那個 青大的那個 李宜輝老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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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宜輝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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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錯 彭宜輝老師 他好像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他問 他問學生就是說 你認為 你認為 你認為那個 如果說 我們讓 台灣的這些 有錢人 大財團 都把他的財產 變賣 然後 離開台灣 台灣會不會變得更好 絕大多數的學生 他的學生認為 台灣這樣會變得更好 嗯 但 你的問題更高深 就是他們為什麼要 賴在台灣不走 當然是有利可渡啊 當然是有利可渡 所以不走 你看 台灣 你說 台塑王家好 台塑王家好 一直在抱怨 台灣的投資環境不好 他去美國呢 美國的環保標準其實比 比台灣高啊 台灣開 這麼便宜的水 這麼便宜的電 那 這麼多的租稅優惠 雖然 那個 產創條例 一段被檢討 但是早年的租稅優惠 也非常困觀 所以他大概賴得不走 給他這麼多的好處 他當然賴得不走 那 這位朋友 你問的問題 我有簡單的答案 跟複雜的答案 簡單的答案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認證考慮 就是 因為民進黨既然已經執政 你 就是 當然 就是 至少第三張選票 如果 如果你的總統票 你還是投給民進黨 如果你區域立委的選票 大部分 除了國民黨以外 比較肯定 當然還是民進黨 你第三張選票 政黨票 應該要投給你的理想 然後呢 是能夠制衡 民進黨政府的政黨 第三張政黨票 不要投給民進黨 不要投給民進黨 不會影響民進黨 當然也不要投給國民黨 親民黨 那個 也不要比新黨 然後 不需要投給 政黨票 不需要投給民進黨的盟友 政黨票應該要投給 建議大家認真考慮 投給綠黨跟社會民進黨 就是真的就是 你就是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站在財團的對立面 來監督民進黨政府 盡可能讓綠黨、社民黨 可以過半年 有機會 但是要非常努力 那 這是簡單的答案 複雜的答案就是 我覺得在可預期的時間 在未來的四年 我們會面對一個 國會制衡力量非常微弱 反對力量 有意義的反對力量非常微弱 所以 所以可能 大部分的 就是說牽制民進黨 還是要靠共鳴運動 還是要靠大家 還是要靠民進黨 那就是 可能必須到 大家放心看到 民進黨真的坐上來 真的執政 然後到2018的 憲世黨選舉 以及2012年 2020的國會選舉 台灣才會 台灣人才會 真的很放心地說 我們真正 因為到時候 國民黨一概已經萎縮下去了 民進黨就成為一個保守的 本土的執政黨 台灣人民才會支持說 好 我們要讓一個壯大的 這個 反財團的 制衡民進黨的 新本的民意量出現 可能要到那個時候 那在之前呢 真的還是主要要看 國民黨的議案 當然 我個人 呼籲大家可以考慮投票 支持綠黨 社會民進黨 謝謝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竟然做了結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中翔民視的政治想像 其實長遠他的設想 其實台灣過去的政黨 基本上是就同屋干預的政黨 我們並沒有左右的政黨 其實民進黨也是一個比較相對 中間偏右的政黨 所以 中翔律師跟S級 就請大家支持 更多一點點的政黨 讓台灣未來政治光復更為完整 不要只有統跟獨的價值而已 因為那可能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思考這個世代的問題 就是不平等的問題 左跟右的問題必須要解決 我們今天很感謝 中翔律師給我們這麼棒的一個演講 我們有安排一個小小的儀式 親凱特殊的買一個藝術話 要送給我們 我們很可愛的選項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幫你這邊兩邊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哲學新秀 就到這邊結束 也歡迎各位下週 繼續回來我們的現場 來參與這些台灣重要的社會關聯 謝謝各位 然後我們的現場被開放到 起碼到5月12點 所以各位可以留下來 請教中翔律師 我們可以留下來討論 謝謝各位 下週見